欢迎收看五星股市同学会 同学们上课 虽然昨天美国科技股表现强势 纳指收盘创高 费半野强涨 但台北股市间还是依旧亮缩沉闷 受到了川普胜选的声势大涨影响 加上了可能有台风价的搅局 今天台股再度陷入到了月线关卡保卫战 指数是开高走低盘面当中 其实最强的就属红家军个股表现还不错 还有有部分的高价股间也算强 这是不是代表内资还有大户资金 还在场内没走 对选后的行情提早卡位 今天为了请教三位专家 带我们来做解析 首先欢迎到的是分析师肖又铭 肖老师好 婷娟 各位同学好 再欢迎到分析师郑伟群 郑老师好 婷娟 各位同学大家好 再欢迎到分析师王照丽 照丽哥好 婷娟好 同学好 好 我们先看到美国赌盘 是不是显示川普赢定了呢 金管会已经领定了三套剧本 要护台股 国家对底线是不是在23000点呢 不过川普现在引爆关税大战 就会不会让北京会砸更多的银弹来护盘 那肋股有机会第二波扭起来吗 低本一别中概股怎么找亮点 接下来请肖老师来交战 还有超维财报又预期 但这一届财测不给力 结果让盘后的股价是狂跌超过7% 又是因为产能不够惹的货吗 那台股也有法说变法会的惨剧 这致原预估本期营收紧跟上级持平 失望性卖压出笼 早盘一度是怪要跌停板 不过随即就有低肩买盘进场 真的拨云见日了 还是短打就好 今天会由韦群老师来分析 那虽然台股最近整理 不过美股的科技财报大秀还是精彩的 CSP厂第一棒Google AI逆转了市场的看法 也代表AI变现互利 真的是给大家看到希望的 那么微软跟Meta 有没有机会来延续公事呢 还有还有今天的集团作战热滚滚 东远集团休息 但红家军好猛 PK华星集团谁更够力 今天会由赵丽老师来选股 锁定五期股市图文会会 晚晚回来我们上课咯 欢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学会 同学我们上课咯 先来看看今天的台北股市 其实盘面还是相对沉闷的 先看盘的走市 真是小开高周尾盘再做个压低 中场跌106点 收在22820点 月线关卡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站上 23000点也没有办法站回去 成交量相对低迷是3278亿元 那今天压盘的就是包含了像台积电 国际联发科跟金控股 换鸿海来撑盘 而且还有个特色 今天的高价股其实表现并不弱 包含了市新KY就大涨 超过有7个百分点 那我要请笑的是先帮大家看 因为感觉起来最近大盘 K线都是出现连续的黑K吧 感觉起来好像川普一具保护费 让台北股市压到今天月线也失守 怎么看后市呢 整理上我们的看法 其实你只要针对已发生的现况 然后你一步一步的观察 你自然而然会针对 接下来台股怎么办 台股就是它往下如果再跌 会跌到22317点 当它跌到22317点 届时一定会爆量 爆量之后台股会出现一个 非常强劲的一个回升行情 你说为什么好了 我们先看左侧 这个是不是台北股市 这一波段以来的一个往整走势 从24416点 跌到19662 你24416加19662 你才会有一个损 这个一定叫压力 这绝对是个压力 所以它来到压力 不可能一次就过 问题是你把这个低点抓出来 把这个高点抓出来 这个叫下降 这个叫上扬 上扬这里是什么 这里20922 这里叫多头的一个防守 这个叫压力 这个叫防守 所以19662往上涨 这个压回到这里 一定是一个起站 各位一定问我说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看 你说做价量比对 怎么比对 24416往下跌 跌到19662 有没有爆量 爆量 1962这个上扬的一个压回 这个最低点这里 它有没有爆量 有 是爆量防守上涨过程的中间值 代表回升 那现阶段 我们大家一定期待说 你会不会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对不对 问题是 事实我们去观察 过去这两周以来 确实没有 没有它就要往下 寻求什么 寻求支撑 支撑在哪里 好 你再看着这个画面 这里是低点 这里是高点 这里往下压 往下压 压下来一定是22317 自然而然 一个多头正式的反扑 就会形成 好 那当然 因为短线上 感觉国际股市受到了川普的一个影响 震荡消息是比较多一点点 哪些必须要特别关注呢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 其实你如果每天去观察 国际的一些重大药物 不是说我去买什么标的股 而是你经常每天去观察它 不管它最后的结果对或错 你自然而然你会知道 市场接下来到底在关切什么 我举个例子 我们把今天一大早从华尔街日报 路透社巴隆到蓬勃 他到底是在说什么 比方说你说的路透社 实在是没有在说什么 他在告诉你说 美国的直接持续下降 那么盪到三年半以来的一个低点 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第一个 我整体上我的通膨不至于强势上扬 但是这是相反的 可是消费者信心指数是上涨的 这两个是不同步 所以他告诉你 以美国来讲现在叫光辉岁月 就是说第一个我通膨往下挡 可是我的景气没有往下滑 我还是往上的 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结构 问题是你就看华尔街 他开始告诉你 他说比特币形成焦点它在暴展 已经冲锁7万了 然后油价继续再跌 你就看这两个标题 一个叫比特币 一个叫油价 他是不是已经跟你说了 他已经在告诉你 你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接下来应该有可能会发生 一旦发生 你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动作 在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 稍待持续跟大家做报告 好 我看一下巴隆 重点是什么都在石油 VP就是英国石油 就是说整个油价持续在做下跌 好 我们看彭博 彭博这个真的是个关键 也就是说中国酝酿 下个礼拜11月5号 不就美国总统大选吗 目前的看法是说 整个中国酝酿在美国总统大选 就在未来一周 他有一个新的1.4兆美元的 一个财政刺激计划 要怎么做刺激 其实很简单 目前市场评估就是说 中国政府会做所谓的类QE 所谓的类QE就是说 中国政府会大量发行人民币 然后去针对地方的债务 去购买地方债务 一次把所有的问题解决 你知道吗 如果用这种强烈的手段做接触 我们预期 接下来要做好准备 入股不排除会有一个大涨的机会 好 所以从很多的一个国际焦点 大家已经看到了 市场已经先用钞票来投票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 川普盛选的一个声势正在大涨 现在大家就在担心了 到底对接下来经济跟降息 有没有可能乱了套 当然今天华尔街传声统是说 这大选可能会干扰明年的降息 会不会因为川普的胜血 让通宏升危 结果让降息次数的减少 不过还是有不少的一个说法 是认为说不管谁赢了 接下来连准备11月降一马的态势不变 到底川普的一个影响 还会影响多久 我们帮大家掌握一下时间点了 他们是11月5号一点开始投票 这台湾时间最快应该会在6号的7点 会做投票结束 结束之后有没有机会来一个雨过天晴 我们看到不管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金管会已经喊话了 早就备好三套剧本来做阴影 不管是川普的胜血 美国利率对台的贸易 他们都已经有所准备 而且最近在谍的过程里 已经有一点点看到了国家队 开始进场来做护盘的影子 所以我要请萧老师再帮大家看了 川普的一个胜选感觉起来 很多的一些市场的迹象 都已经看到了 问题就是接下来 投赠怎么在震荡的之中当中找机会 整理上我们在之前 其实在一个月前 当时我们看法就是依照市场中和民调 原本在当时一个月前 就是川普跟贺锦丽是形成PK派 我们那个时候在担心什么 担心选不出总统 就是说如果两者那么支持度 到最后开票非常接近 这很晦气你知道吗 变成那个一拖 总统算不出来 搞不好一拖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现阶段看起来不会的 以目前来讲 川普的机率真的是 超级无限霹雳大 理论上贺锦丽那个难度会比较高 但是我知道大家比较喜欢贺锦丽 不太喜欢川普 但是我们要做好 万一他当选怎么办 来 尽管会针对未来台湾人 面对政策他有做准备的 问题是我们投资人 对我们的勾票做好准备 所以稍待我们会针对 如果在未来下周二 这个公布出来之后 你该怎么做部件 我们在今天有帮大家 做进一步的追踪 好 首先我们就要看到 哪些金融资产率先做反应 刚刚有讲到油价对不对 这边有出现了危险讯号吗 好 有 我们来看 其实油价这里是4月份 这是4月 这4月 这是今天 好 这个是4月份 这是今天10月30号 目前的油价在这里 67.5元 那我们讲过 其实也不用猜 你就把最大交易量 跟次要的交易量 两个交易量抓出来 主要交易量 会产生一条未来的景线 商品价格在景线之上 那就讲都不用讲 他就要多投 商品价格在这个景线之下 你也不用争辩了 他就是要跌 不就这么简易吗 所以我们以西德州清田云游 当作一个观察 理论上市场针对他怎么看 你认为 我认为他又要跌回0 你用油那个会跌回0的 我再讲一遍 当时川普执政 西德州清田云游的价格 不是跌到0 跌到一桶是-17块 18块美元 不但不用钱 他还付你钱 然后最后去买的人 就全部都挂点了 因为他要跟你交割 你根本没办法跟他交割 他油要给你 你要放就对 全部挂掉 所以我们来看 整体上市场预期 会再重演一次 就是油价会再大崩盘 所以我们来看 这是主要交量有两个 一个在82.2 一个在69.8 我们先看82.2 是不是形成一条紧线 破82.2 往上挑战是不是紧线 请问能够守住紧线 不行 不行 他就是要漏 一直漏 漏到两个礼拜前 是不是又爆量了 市场预期油价会大涨 这涨在哪裡 他是不是涨上来 然后这里是不是紧线 跳空破紧线 尤其就是一直漏 这也是为什么市场 根本不担心 川普当选拉高关税 为什么牛洞没上来 油价会崩跌 所谓油价崩跌 会抵消掉 他的一个针对全世界的提升关税 所以你目前接下来 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万一川普的话 你该怎么办 你要重新做部件 好 那当然对美股的影响 大家会为了说 这科技股近期比较强 会不会不受到影响 好 我们来看 我刚刚包括田医圈 特别提到就是说 我们去看整个台北股市 为什么近期感觉上 好像是力量没有过去展现 那么强 对不对 好 我们用一般比对法 所谓的一般比对法 就是说我们把每一年的 第一个交易日 一直观察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2024年 我们把2024年 从1月2号开始看到现在 分别是加权指数 纳斯达克 标普 道琼跟上证号 请问我们观察在 这个礼拜你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纳斯达克 创历史新高 一个礼拜 好 我们在上个礼拜 在上个月 在上上个月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标普跟道琼 创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你说的不公平 为什么每股三大指数 连纳斯达克都创历史新高 台北国是没创历史新高 你再静静的看一次 也就是说因为台股 今年以来的涨幅 远远大于纳斯达克 标普 道琼跟上证 所以我们把时间往前抓 接到7月11号 7月11号 24416 往下看 这个是纳斯达克 这个是标普 这个是道琼 请问道琼有没有创历史新高 有 请问标普有没有创历史新高 有 请问纳斯达克有没有创历史新高 有 请问加权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的涨幅最强 所以现阶段他出现停滞 在等美国总统大选 关键你真正要看的是 接下来的上证表现 好 先看一下台股好了 强肉关键怎么抓 好 我们先来看今天 因为今天是周选择权结算 所以强肉关键来看 今天主要单一分钟最大的交易量 9.05分一直到收盘 今天单一分钟的敲略量 没有大于9.05分的 所以9.05分代表什么 他在告诉你 守住9.05它会往上涨 但是你就不能破 因为它守不住 所以接下来你要做好 重新的考量 就是说整个我们在观察 就是过去这段时间 市场把所有几乎90%的力量 全部放在不管从灰达苹果 到整个AI供应链 对不对 好 问题是这一块 因为已经长达一段时间 我们认为要提防 有部分的个股 他筹码凌乱了 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 强烈力多去刺激它 可是有些个股股价反倒 出现比较手弱的一个格局 所以相对的 你要找一个新的族群 所以我们先看 好 一样 我们从整个观察里面 接下来你要把重点 你要稍微用一点时间去看上证 为什么看上证 我们把时间回到上个月的月底 这个月的月初 上个月的月底 全世界最疯狂的一件事 包括在我们台北股市也一样 当时很多朋友去买什么 中概ETF 没错 那个时候我们的看法 你钱也不能买 你要怎么买 你要等它掉下来 掉回到3184你才能回来 你才可以买 它绝对无论如何 会掉回3184 是 结果你看这支 这个是周K线图 1234 是不是10月的第一周 它冲到接近3700点 就一个礼拜之内 那我们当时在这个单元 跟大家分享 那叫恐慌性买盘进场 你绝对会大跌 你什么时候才能买 不用猜的 绝对是3184点 不可能会错 好 为什么是3184 各位你加入LINE AD之后 你就看这张表 这张表叫做上证 你把现在往过去看 请问最高点多少 3731点 也就是在2021年 当时从3731 一路跌跌跌跌跌 跌到今年的2635 是不是一个长空下来 对 这个长空下来 这里往上反复 再看一次 3731跌到2635 这个叫什么 这叫下跌 所以下跌让它反转 反转是什么 压力 你往上会撞到压力 那个压力绝对是 3184点 你看 他这个11长假前 9月底发动攻击 第一次的攻击 这里 第二周 是不是直接冲过3184 是 然后接下来 10月第一周 到377 是不是压下来 在这个月 是不是有重新跌回 3184以下 这里是个买点 好 紧接二来 你在等什么 等下个礼拜 我们认为 一旦 我认为不见得会拖很久 不是礼拜二 就礼拜三 就未来这几个交易子 所以一旦他宣布 宣布 就是新的类QE 开始要做进场 那你应该已经要做好准备了 而不是等到 听到利多再进场 所以稍待 我们会针对整个中概 你该怎么做观察 好 如果这个地方 是大陆股市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再买一点 那中概股我们就要先布好局 哪些是可以注意的 好 我们把市场 大家比较有共识的 中概股 从鸿海到6415的西里 从台泥到中华车等等 各位你可以加入Lite 我们所有的资料 都会放在里面 好 问题是我该怎么做布件 原则上 我们针对中概股 我们就把它一刀切成两大块 你比较好分析 比较好观察 一个就叫电子类 一个就是非电子 电子一区块 非电子一个区块 你各抓出一档 当做你的指标股 也就是说 这些个股 如果它一旦发动 它已经告诉你 我要动了 指标股没有动 你就先按兵不动 你就慢慢的不要急 举例我们看 6415的西里 以西里为例 怎么看 你往前看 我们刚刚讲过 你把最大量跟次大量抓出来 分别这里跟这里 507跟547 也就是说 它在告诉你 过去这一段期间 股价是不是以547到507 来回做整理 也就是说你在507 站在买方 547站在卖方 你就不会去 但是我要跟你说 你就不要站起来547 它真的站上去 就代表正式要发动 所以科技股的部分 在中概科技 电子部分 我认为你就观察6415的西里 至于非电的部分 也不要浪费时间了 你就看2881的富邦金 因为对整个大陆市场 我们目前来看 布得最广最深的 绝对是富邦金 所以这个部分 富邦金 明年预估美股余也是7块2毛1 问题是该怎么看 一样 你把两个最大量跟次大量抓出来 分别是90块8毛跟91.8 所以这段期间是不是进入90.8 跟91.8 也就是说如果紧接而来 在未来周二过后 那么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如果有 中国有新一步的一些刺激措施进场 就观察富邦金 一旦站上91.8 整个中概非电的部分 将会展开一波强劲的走势 如果要推出类QE的一个政策 哪些中概股发动的机会来 我们如何先来做提早的布局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画面当中的一个方式 来跟夏老师做进一步的一个联系 好 那今天排面当中 大家也担心了法说又变法会吗 为什么今天志愿是跌停之后级 到底是不是波云见日了 还是建议短打就好呢 管我回来请教韦群老师 欢迎回到57同学会 同学我们继续上课了 好 这个礼拜呢 大家当然都在关心 川普的一个谈话跟言论 到底对台北股市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个礼拜也是很多重量级 美国科技龙头股公布财报的时候 韦群老师我们先一起来看到 其实今天最近大家 比较担忧一点的是 超伟怎么会这样 因为它盘后股价是崩跌超过7% 其实我们先看它的第三季财报表现 并没有太差 AI的需求 客户的兴趣还是很高 只是因为供应链的吃紧 所以限制了它在第四季的营收表现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超伟有一半的一个营收 都来自于资料中心 但问题就在于 它第四季的财测表现 并没有市场所预估的一个这么好 所以韦群老师 就是因为缠得不够嗨的吗 再让超伟的盘后股价 马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应 直接中错了有7% 那么其实在台股当中 受到这个财测表现不好 影响股价 今天最指标市场会看的 就是智元了 智元它讲到说它第三季 获利是年减超过28% EPS1.0亿元 有一点点差强人意 对他的总作王滚庸不愿不断的喊说 明年我的成长有4成 可以拼历史糕点 先进封装第四季就可以贡献营收 但毛利率下滑 结果让接下来的市场 今天是跌停版开出来反应 而且凯基头库还来补刀 所以用他的第三季获利地狱预期 所以把他的目标价下修到305元 一降降幅就超过了两成之多 那伟群老师怎么做观察 因为其实现在大于AI的一个 期待度非常的高 只要有一点点的一个不好 或是你的展望 没有市场预估的那么高 好像股价反应就很剧烈 那投资人怎么应对呢 好的 我想最近为什么 一直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各位同学 就是高档的股票真的不要追 你看前阵子庭圈来代班的时候 我们特别提到 高档的台积电设备股要跑 甚至矽光值也走势不一样 对 你看到最近跌得 他们算跌最惨 尤其台积电设备股 对不对 你看3131红素 红素 对不对 红素 跌得蛮惨 跌到半年线了 对 甚至6640 均滑 都破线了 什么线都破 对不对 下面都是投信卖的 当然你说AI绝对 还是一个长线成长的产业 它一定会从伺服器 扩充到边缘运算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下一张图表 Apple 对不对 iMac也要用M4的AI的功能 对 虽然说没有很强大 但是大家都要做AI 所以这个一定会百花齐放 但是因为说真的 很多股票也涨多 从去年到今年也涨多 你看辉达也涨不太动了 是 对不对 只要说稍微的一个 不如预期 68亿变成67亿 才差1亿而已 盘后就给你跌7%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最近我常讲 跟各位同学报告 不要乱追高 真的买滴滴不会受伤 你看到3661四星 可以从4800跌到1800 对不对 大家都要有提防 是 甚至我们讲难听一点 昨天这个凯基 来做补刀 对不对 你看到建商的进出 3035的资源 这几天在卖的是谁 凯基 都是凯基在卖 我再讲难听一点 凯基以前1519划成 八九百块的时候 他看1200 现在划成多少 500多了 所以我跟你讲 外资讲的 外资什么报告 我们听听就好 我们心中还是要有一把尺 什么股价涨太多 那个太夸张 不要去追 低档的真的不要乱杀 是 就要说 对不对 你看到 好了 我们再讲2327国具好了 对不对 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国具今天也破底了 对 也破这边 对不对 近期的底部去 破景线了 对 还带量 国具今年获利至少四个股本 之前外资看700多 是 700今天跌到500多 本益比不到12倍 他也有AI好不好 有 所以那时候 上个礼拜很多同学说 我在我的教学节目说 鸿海好不容易 我跟各位讲 已经反弹上来300块 少赚少赔先卖一下 对不对 很多人要看什么240 300块 不要想那么多 你以国具来看 2327国具来看 对 国具的毛利率 30几%也比鸿海好 对不对 国具也有AI 国具本益比也比鸿海低 我跟你讲 外资要杀的时候 他不会管你的 你看2303的联电 今天是破底 联电已经跌破2万1了 对 所以也不用想说 什么大盘会在什么年线月线 都不用想 你光是看一个联电 已经破2万1了 对不对 这边就是找对的产业 找低档的 有肉的 就像我说你鸿海不用买 但是你跟着我们 我推荐的健翰 我推荐的红准 是不是都很强 对不对 你买大公司 因为鸿海会不会涨 不是我们决定 也不是指标软体技术分析 是外资决定 对 但是你说像那些小股票 大集团里面小股票 他们会分到一杯羹 股价在长线低档 就会比较好吗 甚至今天一早我也在 有来加我们LINE的同学 我也说 在我们LINE的记事本也好 或者说盘中的一些就是 跟各位报告的东西也好 我们其实说 今天其实智原很好 昨天明君也特别问我 说智原怎么看 昨天就已经破底有爆量了 我觉得是好事 你看到 对 讲难听 人家公司派也出来 我明年成长四成 对 对不对 而且我已经切进了 终于切进了先进封装 是 你看那个信华 那些本益比100倍的 对不对 人家都还至少在高档 对不对 智原至少说 还几百块 还算便宜 而且真的切进 切入了先进封装 切入了先进的制程 他的一个本益比可以拉高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公司派也在努力的互盘 对不起 所以我们看一下智原好了 因为今天是开跌停板 可是马上就有买盘进来了 所以我其实今天没开高 就已经很扯 所以你看到这些空方的力量 真的很大 我个人认为 我是没有政府的状态 真的是很会刻意 你看 但是你看 一开跌停马上就拉 对 而且爆大量 如果说各位同学 今天有看到我们盘中的 一个及时的解盘的话 其实今天是有肉的 以我个人来看 真的 你那时候涨到400多的时候 每个头顾都看什么 外资看500的也有 现在跌到218 很扯 已经腰斩了 但是下档的风险有限 而且低档又爆大量 而且公司明年也说 会大成长四成 對不對 ARM又跟他合作 反而这时候这些低档的IP股 跌很深的 是真的肉多多 而且是很好的机会 是 就像说对不对 你看四星也是一样 也满很久了他 对啊 今年赚80块好了 今天就算2000块 对不对 本益比几倍 也是很低吧 也比双红 旗红低吧 也比什么上全那些低吧 也比波罗威低吧 也比联军低吧 也比联雅低吧 那些都还在天上 对 对 对不对 你买这种 就算大盘再跌500点 它能跌到哪里去 但是你看到 其实它都 这么多的利空 你看上礼拜五 什么华为的利空 是 它都已经不跌了 而且如果在很简单 技术分析 每次MACD交叉 你看前一波2500 我说3000块跑 对不对 这波2000 你看先涨到2000 最近又被打下来 但是MACD也上来 所以你有资源的 有创意的 有四星的 都欢迎跟我们加个LINE 这一次 我觉得是大反攻 但是什么时候要走 都欢迎跟我们打个招呼 因为毕竟 这边就是很多的股票要修正 涨多了要修正 但是跌升的 有未来的 而且是真正的 有能力做AI的 它反而是机会 对不对 你看那么多利空跌不下来 今天还大涨 是 对不对 甚至三四四三创意 已经先涨上来了 对 创意现在虽然都打到平板附近 但是其实它这波 已经比四星领先反弹了 有 为什么 我也跟各位同学报告过 HBM 对不对 你说Highness还是强 三星现在流口水 会不会再找台积电有机会 看台积电愿不愿意 有沒有產能 所以还是要从产业着手 我常常讲说 前波大迪的时候 跟各位同学报告 我们的周报 里面有它的压力区 真的 我们不要去贪 真的 涨上来很多 又开始喊多少… 不是我们决定的 是外资决定的 但是你看到很多的股票 真的大股票跌死了 你看甚至大力光 3008大力光 对 对不对 我今天看了一下 大力光本益比也很低 是啊 但是3200跌到2300 所以同学们要不要很谨慎 不要乱追股票 是 高档的真的没本质的 不要乱买 你看这种有本质的 都可以跌成这样 对不对 你看到最近 投信在砍的那些设备股 真的一砍下来 真的会很惨 所以真的有高的时候 真的能够跑就跑 我常讲说趁着 如果说万一明天台风价 你有什么股票的 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跟我们打个招呼 因为毕竟真的很多股票 我看得很危险 你看这些大股票这样跌 有些还在山顶的 是 你看今天什么东元集团 灵光也跌了 对 对不对 东友是从涨停到跌停 对 就不要乱追 那些小阻力乱拉的 什么时候人家要跑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一套 可能一辈子 我说实在话 山顶上玩真的很危险 真的买低档 你看最近 系统也不错 对不对 系统也不错 创意也不错 信心也不错 对不对 人心最近涨得快一倍 你看到 昨天特别还提到的红准 今天还涨停板 所以真的买低档 一档一档做 不要去追高 你看到真的很可怕 你看红准有沒有 前阵子我说 除了健翰 我们说红准也有机会 那时候拿个四五十块 人家来来回回 今天 但是今天量好大 对 今天量爆好大量 今天就不要乱 明天就不要乱追了 超过26万这样子 对 今天这个一定是隔日冲 今天你不要看到指标 老是红准翻红 过新高 技术面又突破 是 先看一下 因为它今天已经爆亮了 它今天已经爆亮了 甚至2363的系统 那时候 我记得吧 也是停歇代班 好像六七十块的时候 有 我还跟从基本面来讲 對不對 它又有连电鼓励 你看上半年就转虧未应了 是 当然那是业外 但是你连警 一年就赚2块多 所以为什么宏家聪 要进来当董事长 你历史高点165块 这都你看到 他的目标在那边 對不對 就大转型 然后又有AI 對不對 然后又有母集团 联电的加持 所以你不要最高杀低 其实你目标定住了 對不對 矽光子能够创 很多股票能够创历史新高 这种IC设计又大转型 又董事长又进来 對不對 大集团加持 他们有机会吗 绝对有 只不过说 我们就是如果有低 逢量缩的时候 震荡的时候 你逢低布局 你不会吃亏 当然它短信上 已经涨到80块了 那这边如果说有兴趣 那当然我说系统第二也不错 也是大集团的 是 也是大集团 所以这边我们就是 你说鸿海 这边要不要涨 不是我决定的 我们没有那个能耐 已经涨到200多块了 大部分同学都解套 你 对不对 这阵子你买红准买健焊 反而赚更多 对不对 连电再破底 反而你说系统 为什么比较强 就是至少他们会灌给 他们的小金鸡 所以你说像联发科也是一样 对不对 联发科我说很强 对不对 联发科最近还是很强 因为它本益比低 但是你看到联发科小金鸡 譬如说 最近的6533的金鑫科 觉得还不错 对不对 甚至6679的玉太 它有AIPC 前阵子也是涨多了 最近也修正 但是最近你看 也打底很不错 所以 这边我们就是买 大集团的小金鸡 就像系统第二也是一样 有兴趣的 也欢迎给我们加个Line 打个招呼 好 我们看到 在近期的盘面当中 韦君老师还是提醒大家 有些比较低位阶的 其实现在比较相对高档 本益比高的个股 相对是比较有机会 只是怎么买在 关键的一个发动点 或是哪些的产业 未来的一个前景发展 来到这个地方 本益比真的委屈了 若同学想知道的话 可以透过画面当中的方式 来跟韦君老师 做进一步的联系 好 再带大家看到了 其实最近盘面当中 集团做账股 倒是真的蛮热闹的 包含了洪家军 东元集团 跟华欣集团 谁的续航力最强 管回来请教赵丽老师 欢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学会 同学我们继续上课 其实最近的一个盘面当中 算大家都在担忧 川普胜选之后 对台股带的影响 可是不管 这美国总统外公的主人 以后到底是谁 说真的AI的发展 还是未来的主流跟趋势 我要请教赵老师 先帮大家看 因为其实昨天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是 超微的财报 可是说真的 Google财报给大家 倒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们现在看到 不但第三季的营收 EPS是出现 大幅年增有36% 市场更关注想看的是这些 云端伺服器厂 他们到底在接下来的 花了那么多钱 买了这么多的伺服器 到底运用在 他的获利面上 有办法有效的提升 总不能花大钱 就回收很少 结果还不错 你看到 他的营收获利 都超乎预期的 代表的是 他的AI投资 是有待来回报的 甚至他的明年资本支出 还有望再高于今年 所以其实市场给予 他的一个掌声 就还不错 所以盘后股价也是呈现 涨近6个百分点 其实在回到台北股市盘面当中 其实AI的一个热度 也当然还是在燃烧 所以最近为什么洪家军这么强 当然也是搭上了相同的题材了 不过最近 集团股的强弱到有定点分歧了 之前很多那种小妖股的东元集团 今天很多 就出现了高点拉回 有的间是从涨停到跌停 但洪家军间的洪准 爆量过前高 建汉光雨以盛 也不及慕有掌了半根停板 但大约想了 如果要做这样题材的话 好 现在真的是 比较有机会的 会是鸿海 甚至包含了华兴集团吗 因为前一波很强的新唐 今天还有外资把它的平等 180度大翻转 从六一大盘到六一大盘 认识说第二季就是谷底 第三季会转赢 我要请照料先帮大家看 如果AI是主轴 现在悬谷怎么看 如果集团这么热闹的话 往集团的小股票 又跟AI连接密度高的最有机会吗 对 没错 我想当然快进入十一月份了 其实就过往的经验来讲 第一个当然急凡坐账 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即将做梦的股票 就是明年为了明年 而拉台的这一些的一个股票 当然其他的就是一个趋势上的股票 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讲 好 我们先讲总统大选 其实之前我都跟大家讲过 其实美国的总统大选 说真的不会没什么事情 我一直强调你看到最近这两个礼拜 标普有没有创高 有啊 道琼有没有创高 有啊 那斯大在这一两天 还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你说川普假如真的 他们的选举假如真的有影响 这些指数在最近 会创历史新高吗 不会啊 所以台湾人在怕什么 等一下我再来讲 其实现在大家关心的 就同志权 我跟你讲 都是财报 对 都不是这些什么 那你说硬要讲 川普会不会当选 跟什么有关系 一个比特币 是 对 第二个 就他家的公司 川普媒体科技 对 我们再看一下 川普媒体科技从11块多 就这样短短的一两个月 涨到54块多 涨了300多% 跟他有关系的是这些 你说Google跟他有关系吗 没有啊 你说NVIDIA好了 你再打一个NVIDIA NVIDIA到底是跟 到底是跟谁上游有什么关系 你再打个Apple好了 Apple跟NI的连结 也比较没那么高的 对不对 他又跟川普有什么关系 没有啊 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 就是大家都在讲说 我都觉得 你们是头下是讲到吗 最重要的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就是源自于这些的财报 你有没有发现 就像最近的好 你比如拉1100 那1100指数 是没有过高的 标普500指数 是过高之后 拉回来成 为什么 因为这些他们都在等 这些的财报到底是如何 好 就如同 今天盘后公布的 对不对 就是美股盘后公布的 他有AMD 有AirPods的部分 AlphaBet的部分 你看一下 其实你看一下 AMD的部分来讲的话 他盘后跌了7% 当然他的财测 不如市场的预期 对不对 另外Google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盘后涨了5% 因为上一季的财报 它是由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号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多空相抵 因为AMD它也是算AI的概念 那Google的部分 它也是算AI的概念 所以多空相抵的状况之下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AI的股票差不多 有涨有跌 假如这两个都不好 我跟你讲 AI今天完蛋了 假如这两个都好 那今天的AI肯定会涨 所以今天 就是明天的一个 美股盘后的部分 是不是有微软 有Meta的一个部分 这个相对上来讲 就很重要 不过Google讲得还不错 就是我的资本支出 这些AI的部分 至少没有说 假如说那就麻烦了 至少它的资本支出 有可能比今年成长 对AI的部分 确实会有一些的一个 信心的提升的 好 那所以 接下来的一个美股财报 到底要关注要看什么 如果投资朋友想知道 到底接下来 这些财报 谁要公布 谁最关键 或者是说 这些财报后面的一个消息 我怎么做解读 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 可以透过画面当中的联络方式 来跟赵烈老师 做进一步的一个联系 那赵烈老师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如果接下来有一些 AI的一个组权很重要的话 到底哪些指标果 特别一定要掌握 对 没错 我刚刚提到 AI的部分 当然你假如就产业的部分来讲 它是一个中长线趋势 这个没有问题 只是说个别的股价来讲的话 其实说真的 有的再高 有的再低 那我刚刚提到 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其实现在 即将进入11月份了 对 其实你要看 未来产业会成长 因为股票有 我跟到报告 股票不是都做一两天 不是当充 不是隔日充 股票不是这样子 我也没有 要叫你像巴菲特 报十年 巴菲特是说 你假如买一档股票 没有十年的 放十年的话 基本上你不要买 你也没那么长 对不对 你至少放十个月可以 对不对 我讲或 十周 不要说放不到十天 对不对 有的当充隔日充 那假如你当充隔日充 我跟到报告 你也不用看产业 都不用 你就直接把今天热门的股票 涨幅的前二十名三十名 你列出来就好 反正你只要当充隔日充 你跟人家看什么产业 产业会今天就变吗 明天就变 不会 所以你假如说 好 我是一个中长线波段的人 那在最近的 这些的财报公布完之后 有哪些你该避开的 就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钢尼艾斯摩尔 他的公布财报之后 就是烂 你知道吗 他的新街地烂就腰斩 明年的预估的成长性 又比市场来得差 我问你 我也一直强调 美股 美国的这些公司 是一季公布一次财报 他不像我们营收 是每个月公布财报 我跟你讲 下一季不好 这一季不好 你觉得他的股价会涨吗 见鬼的不太可能 除非大盘涨 他只会落后大盘 是 好 那我说 所以你看设备股 是不是其实讲真的 Cowars的也蛮惨烈的 因为艾斯摩尔都知道 你说Cowars怎么会多好 台湾的也不是全部都Cowars 另外一个大家讲梦 梦是这样 比如说Tesla好了 对不对 他们的CEO 突然这样 我明年出货量 先讲今年 今年大家本来是想说 持平的不错 以来说持平到微幅成长 明年更厉害 交车量20%到30% 很高 超级吓死人 结果股价创今年新高 大家之后 再冷静思考完 创新高之后 你看一下 Tesla Tesla的部分 你看一下 我说有时候你自己要判断 就这样涨了20几% 对不对 这个创了今年新高 那为什么会成你 大家想一想 明年刚好可能20 30% 你会怕你知道吗 我的意思说 因为这个CEO 对不对 有时候讲话 是比较夸视一点点 假如他是像我们的大力光 老实述 林恩平讲的 大家就信了 对不对 可是我的意思说 他基本上来讲 他有时候会夸视 所以涨上去后 大家会稍微的 冷静思考下 因为你股价 已经创今年高了 所以他低档 为什么会这么抢 是因为他先画一个梦 梦梦好 来 我要讲 刚刚所提到 这些的财报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哪些的东西 是真的有亮点 在未来的这一年 我们不要讲说未来这三天 那个太短了 你要看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跟大家讲 德州仪器 你看一下 德州仪器 这股价来讲 其实在公布完财报之后 股价继续涨 是 那这个其实我跟他 因为他跟你讲 他讲展望 没有讲得非常非常好 他没有跟你讲 会背天会增地会这样的 没有 他只是跟你讲 库存差不多了 我明年大概就成长了 就是这样子 好 那你看一下 他的本益比相对长来讲 比较高 那我要讲的一种 你有沒有发现 德州仪器这种 今年的EPS预估是负的27 明年的EPS预估是成长15% 后年的预估 这个是YOY 成长28% 这就是跟他说什么 今年不好比年更好 后年更好 那这种股票会不会向趋势向上 会嘛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我找一样族群的部分 安生美 安生美也是相同的 其实一开盘的时候 财报完之后 一开盘跌5% 之后拉起来 他跟你讲什么 今年也是不太好 今年到什么时候 12月31号 他们的会计年度 12月31号 明年成长11% 后年YOY成长25% 你有没有发现 明年比今年好 后年比今年好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他的股价会怎样 当然基本上来讲 这种长线 是没什么问题的 再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那亿发半导体的部分 也是相同的状况 这种都IDM长 你有没有发现 今年不好 当然这个跟车用等等有关 明年成长 后年成长 30% 所以你有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以你的感觉好了 今天假如一个产业里面 就有一档股票 是这样的预估 那就算了 结果这个产业 亿发是SIC当中 就是功率半导体部分 SIC当中 全球我们看下一页 他是什么地位 他是第一名 在全球SIC功率 他是第一名 你知道 安生妹是第二名 他都跟你说 真的是这样 龙头的话一定要听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个会牵扯到 台湾的什么概念 IC设计跟功率半导体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IC设计真的在低档的 最近开始陆续转强 我跟大家报告 不然你继续看下去 我想这个趋势来讲 因为它是这样的趋势 我的EBS就是获利营收数 它就是这样子 那AI不一定 AI有的是真的很高很高 万一真的不如预期 它是真的短线会修正 所以什么叫短线上的操作 什么叫中长线上的布局 这个你要分清楚 那我们看下一页 好 那这些公司当中 当然满多的 你自己加入我们的LINE AT 去看一下 我想这部分来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跟大家讲过 你看3529的力旺 力旺 力旺这一波段 IC设计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创历史新高 真的是很强的 在最近来讲 所以整个会拉拔起来 你比如说像3443的一个创意好了 是 创意的部分来讲 其实它的营收很烂 它10月31号要公布 第三季很烂 10月31号要公布它的获利数字 它肯定也很烂 大家也知道它很烂 我跟你講搞不好公布完之后 隔一两天 我觉得大概就又上去了 所以IC设计整个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像创委的部分也是相同 那你像通家好了 3588的通家 这个EPS的部分来讲也是一样 今年会比去年成长 明年预估都会比今年成长 那你我觉得这种股价 3588的一个通家的部分 其实整理完之后 股价应该也是有向上的机会 例如比如说像4961的一个天狱的部分 这个也是鸿海家族的 对 另外367 德韦是相对上来讲说真的 本益比比较高 因为你看它前三季 6.49 结果股价你看一下 这个相对上来讲 我觉得这个你就要等 因为它的本益比相对上来讲 真的比较高 这是功率元件的部分 刚刚这个是IC设计 有的电源管理IC 有的Type-C等等 另外你像台亚的部分 其实也是相同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种大概都是明年的营收 会比今年或者获利出现大幅成长的 其实在未来这段时间 都是非常有机会的 好 那除了在这个相关 我们从产业来悬果 最近热的是集团股 因为今天市场都聚焦鸿海集团 红准今天的爆量 是不是也打什么暗号 会在其他的红家军小股票当中 轮流接棒吗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应该是这么说 因为现在的选股真的很难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个股的表现真的非常的一个分歧 所以大家就是说 他会去找一个逻辑 比如说最近的逻辑是什么 因为集团确实也快做账了 到12月底 那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东元集团的股票 陆续拉起来 你比如说像8249的一个灵光波段 波段上而言是不是拉 当然拉了之后 有些你要自己去看一下EPS 有些真的没什么赚钱 是 你就自己不要乱追 那你想要真的一定要操作这种 相对比较投资 你停损停力自己 设好 现行自己设好 反正大家都很会看现行 你就自己设一下 好 停损停力的部分 好 那你现在一下2642的一个 宅配通的部分 这个也是双11的一个概念 概念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涨了之后 大家有慢慢的 就慢慢的好像 红海的部分 因为红海 我看到整个集团当中 其实说的 红海跟AI 连结性相对少来讲 真的比较高一点点 对不对 那红海拉成这样子的时候 当然大家想要红存 对不对 你看一下2354的一个 红存的部分 那当然 不管机壳 不管AI 或者Apple等等 反正 好 股价就拉了 对 拉了大家就信了 你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 对 这是有可能真的AI 那3062的一个健康 健康 这就真的动了 对 这个也动了 2328的一个广语 范集团2392的一个震威 这些也都动了 我事实上觉得 就是说 其实整个集团 这一块来讲的话 是 雖然不止这些集团 你可以去集团当中 找一些具备题材性的 然后过去 你看过去一遍的时候 或未来一遍 真的会比较好 本益比比较低的 我觉得是OK的 好 因为最近包含像 华兴集团 新唐 这种其实它 位阶还满低的 对 其实也是最近开始 我也是出个报告股价 就好